你这阴阳镜伤不了我 阴娇就使出阴阳镜先照死了朝田朝雷打了个仰 哪吒等人见此大吃一惊 黄飞虎 我已经给了你机会 朽怪我无情 随后又朝黄飞虎照进 哪吒就赶紧上前用乾坤圈给挡住了 阴娇愤怒的又朝土行孙照进 土行孙迅速用土阵术躲过一劫 可妻子邓禅玉并无法术抵挡就当场被照死了 土行孙钻出来看妻子安危又遭起照射 好在哪吒即是抵挡 否则这对恩爱夫妻就比一双妃了呀 黄飞虎只好赶紧下令大军后撤实力 回到军营后 土行孙和邓九公看着死去的邓禅玉悲痛的不得了 你不要抛下我一个人 在世上不还我 哪吒问江子牙该怎么办呢 可江子牙也一时不知所措 于是便问殷红 你师父是否告诉过你破阴阳镜的办法呢 殷红说师父曾说过凡是被阴阳镜照死的人 在三天之内只要用镜子的另一面 便可以把死人照火了 土行孙听此也顾不上悲痛了 要自己去敌军军营把阴阳镜给偷过来 江子牙觉得此法不易 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嘱咐土行孙千万要小心 到了傍晚 土行孙用土盾树钻进了阴阳的军营 这里的庆功酒宴刚刚结束 胡生扶着喝醉了的阴阳回到营帐休息 土行孙也悄悄地钻进阴阳的营帐 怎料他鼻孔有土没忍住打了个喷嚏 引起了胡生的主意 胡生就假装安顿好阴阳后也回营休息了 土行孙从地下钻了出来 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想偷拿宝镜 其实胡生根本就没走远 近来将土行孙逮了个正兆 在一阵打斗中 胡生大喊有人想要偷取宝镜 阴阳清醒后就起来拿出阴阳镜要召土行孙 土行孙见此只好利用土盾树先逃走了 邓九公感叹土行孙为了禅云也是情之意见 因此非常担心其安慰 江子牙觉得土行孙有地形之术 即使到不来阴阳镜也不会有事的 话音刚落 土行孙伤痕累累地回到了军营 并详述了刚刚遇险的情况 还说自己还要再去一次 江子牙则劝其不要莽撞 说今晚偷取失败 他们必然会加强防范的 让土行孙先养好伤再做打算 黄飞虎也提醒其不要冒险 而阴交这边觉得对方有三个人被阴阳镜诏死 必定还会再来偷镜救人的 于是预先在军营布下了天罗帝王 等着土行孙的到来 土行孙趴在死去的妻子旁边嚎啕大哭 自探没能到的阴阳镜救活妻子 还说你若不能复活 我也不想苟活了 因此决定今晚再去盗取阴阳镜 随后就化悲痛为力量抹了一把泪 低头朝地下扎了进去 土顿到了阴交的营帐 哪知刚走到床前要动手 就被阴交给逮了个正招 土行孙旧妻心切冲过去 想强强阴阳镜 可他个子矮压根就够不着 被阴交等人戏弄了一阵后 土行孙见势态不对想钻地逃跑 可任他怎么蹦的再怎么钻都钻不进去了 脱下了帽子继续钻还是钻不进去 然后陷入了他们预制的地网之中 胡声一声令下 土行孙当场被乱剑给刺死了 而江子衙还并不知道土行孙已经出事 打算去九仙山请广城子师兄下山相助 这是黄飞虎前来禀报 说阴交他们正在军前叫阵 这个阴交也太猖狂了 而且他 他 他怎么 而且他们还挑着土行孙的尸体 在阵前要舞扬威艳 众将听后大惊失色 邓九公痛心不已地闹着要出去杀了这个畜生为女儿女婿报仇 江子衙赶紧上前安慰阻止 哪吒雷阵子 在 你们随我去会会这个畜生 殷交 你还把你师父放在眼里吗 殷交说广城子这遭老头子坏得很 竟让我驻周伐咒 可这天下哪有师父交徒弟去杀害亲生父亲之力呢 狼哥也认为殷交此言没毛病呀 可江子衙却说殷交这是逆天行事 还后悔当年不该出手相救 殷交也念及江子衙当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劝其退军 怎料邓九公为女儿女婿报仇心切 不想听二人墨迹就直接冲了上去 结果被阴阳镜当场罩死了 双方瞬间混战了起来 雷阵子趁机飞过去抢回了土行孙的尸体 殷交这边并没有强攻追杀 还说暂且放过江子衙一马 西齐这边三日之期已过 死去的这些将领也无法复活了 五王不禁感叹多日来未得寸土 却损失五元大将 同时下令将尸体运回西齐好好安葬 江子衙无奈就嘱咐哪吒杨俭雷镇子三人坚守不战 自己则腾云驾雾前往九仙山寻求广城子师兄相助 到了九仙山向师兄说明来由后 问师兄有何办法破解这阴阳镜 阴阳镜 那是我九仙山的镇山法宝 我虽破不了阴阳镜 但我总可以收服这畜生 广城子随即就来到了阴交的军营 阴交见师父来了尴尬的低头喊了声师父 你还认我是师父 呼声准备拔刀相向 阴交赶紧制止让齐先退下去 并向师父行礼致歉自己假咒在身 不能行及全力 广城子问阴交 你下山的时候跟我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 阴交说自己并没有忘记 广城子随后又问 那你的所作所为是否违法了你当初的誓言呢 一句话问的阴交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广城子让齐随自己去见江子呀 还说你江师叔会原谅你一时无知之罪的 如若你不听为师相劝将来必将后悔莫及啊 阴交说咒王乃自己的亲父亲 我又岂能铸周伐咒去杀自己的父亲呢 广城子却认为他是在强词夺理 说咒王恶贯满盈 不顾百姓死活只顾享乐 你若能认清事实顺从天意铸周伐咒 才能保你因事一脉啊 可阴交也苦诉说 哪有师父教人不忠不孝之理呢 弟子实在难以从命啊 臭乎无声啊 你不听为师所言 我 广城子拔刀就要清理门户 阴交并未还手 也及时躲过了师父的三剑 而后大海师父 说自己已经让了你三剑已经尽力了 你若再出剑的话 就休怪弟子无礼了 难道为师的要怕你 阴交只好掏出了阴阳镜 向自己的师父照射 广城子见此只好化作一团烟雾引去了 阴交看自己师父都下山了 这场战役就更要速战速决 于是让呼声传令于三军 明天全力进攻西西 广城子则闪现到了西西军营 江子牙问其劝说阴交结果如何 广城子深深叹了一口气 说那畜生不听我相劝就算了 竟然还用阴阳镜来对付我 这是通讯小兵来报 说那吊毛帅大军向我军进攻了 武王问相父如何应对 江子牙觉得自己目前破不了阴阳镜 唯有先行退兵实力暂地锋芒 退兵途中广城子才说起 自己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破了阴阳镜 广城子说阴交他纵有百般不是 但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子 我不忍将他赶着绝路 江子牙听此也不禁感叹 广城子随后便说出文殊广法天尊的太极图 可以破了阴阳镜 说完便去了文殊广法天尊的道场 武龙山云霄洞 而阴交的大军已经追上来了 就连阳检也无法抵御阴阳镜的照射 江子牙随后还丢出了打神殿 可还是被阴阳镜给击落了下来 阴交决定这次不能放过江子牙 就用阴阳镜向其照射 好在阴红赶紧上前给挡住了 江子牙只好赶紧趁机落荒而逃 奋力逃了七七四十一分钟后逃到一山坡处 还是被年轻的阴交给追上了 江子牙说自己曾经救过你 你竟然如此回报我 阴交说你当年虽然救过我 但我也多次放过了你了 今日我非杀了你不可 只见他掏出阴阳镜直接向江子牙召见 江子牙 今日我非杀了你 纵然你能杀了我 他日你也不会有好下场 哼 看我送你归天 住手 好在广成子及时赶来阻止 并大骂徒弟阴交是畜生 让其快快交出阴阳镜痛改前非 否则毁之晚矣可阴交却认为是师父在吓唬他 说你也知道这阴阳镜是你所不能破的 你还是回山去吧 免得伤了我们师徒的感情 江子牙也警告阴交大难临头不要猖狂 阴交却不屑地哼了一声 说师父你既然帮着外人来对付自己的徒弟 那我们师徒的关系就此一刀两断了 畜生啊 广成子说今日是你的死期 你死了后休要怪师父我无情啊 那师父也休怪弟子无情啊 说完就使出阴阳镜向自己的师父召去 怎料广成子利用太极图将阴阳镜的伤害给轻松化解了 阴交见此大吃一惊 随后广成子又用太极图将阴交收入其中 阴交见识到太极图的厉害后 赶紧下跪求师父饶命 并说自己愿意交出阴阳镜去驻武王法咒 广成子听后伤心地摇了摇头说 太迟了呀 你贪图富贵和王位 就连你自己立下的誓言都不过来 你已经触犯了天条 是上天不能容你了呀 广成子看着苦苦哀求的徒弟 自己又不能逆天纵情饶恕于他 于是痛心地启动了太极图 阴交请客便化为了灰烬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而后江子牙来到阵前宣告 阴交已经化为灰烬 胡声听后撒腿就要逃跑 哪吒见此就把乾坤圈丢了过去 胡声被击中后当场命丧皇权 西齐大军大获全胜后 殷红就为哥哥阴交立了衣冠墓中 正在祭奠之时 他师父广成子走了过来安慰了他一番 还嘱咐他千万不要像你哥哥一样走上了不归之路 说完便化作一团白烟离去了 咒王得知儿子阴交阵亡后并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子 而是担心西齐大军已经打到哪了 申公报说西齐军还并未攻破游魂关 然后还给咒王制招 说阴红还在西齐军中 我们可以像说反阴交一样说反的 用他来对付江子牙和激发起不快在 咒王听后大声叫好 这天阴红正在阴交墓前挨死 申公报找了过来 申公报说你的父王特别的想念你 让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 殷红怕的耍什么花招 便让其把信放在地上 而后再小心翼翼的捡起信看了看内容 无非就是以王位诱惑之大意 殷红看后犹豫了片刻 申公报趁机赶紧说道 你哥哥未保你因伤江山已经阵亡 将来这江山可就是你的了 申公报像卖保险一样 叨到了七七四十一分钟 嘴巴都快磨出泡了 可殷红对此始终都没有表态 申公报只好让其好好考虑考虑 说你若是想好了 就去和由魂关的总兵斗龙联络 说完便化作白燕离开了 随后又闪现到了由魂关斗龙这里 传达了咒王的旨意 让其死守此官 并把自己刚刚劝降殷红的事情 详述给斗龙夫妇 说他若是答应了便会来此相助您 到时候可要好好接待一旦 而殷红回到西齐军营后 就把申公报劝降自己的事情告诉了江子牙 江子牙警示殷红千万别听申公报忽悠走上殷交之路 殷红表示自己一定不会贪图富贵去帮助附近的 黄飞虎建议尽早攻破 由魂关以防申公报再失守的 江子牙思量片刻就同意了 黄飞虎说斗龙曾是自己的手下 于是就自告奋勇要去打这头阵 黄飞虎 你以前是大将军 如今只是一个逆贼 看兵 二人打得甚是热闹 但几个回合下来斗龙似乎有点敌不过黄飞虎 黄飞虎也本想这次能光彩一把呢 怎料突然一个火球飞了出来 黄飞虎和军士们见此下的撒腿就跑 回去后就将战况上报了江子牙 江子牙说斗龙有火灵圣母相助 要破油魂关恐怕就很困难了 可哪吒却说那个胡生的法术很一般 估计他师父也没多大能耐吧 胡生是我用乾坤圈打死的 就让我去再用乾坤圈把他送着他徒弟那得了 殷红说自己的翻天印也可主一臂之力 还是杨简比较稳重让其不要鲁莽 江子牙说火灵圣母乃结教通天教主的得意弟子 修炼已有上千年了 导航十分高深 于是派出哪吒杨简黄天化三人一起上阵迎战 而由魂关这边斗龙见火灵圣母打败黄飞虎为自己帮了大忙 就为其白酒之谢 可火灵圣母却说自己从来不喝酒 原来他喝酒会影响修炼和施法的 于是斗龙夫妇便以茶代酒一表谢意 这时通讯小兵来报 说有三个吊毛在关外叫阵 而且还指明了要让火灵圣母出战 哪吒确实有点屌 他大声喊叫火灵圣母快点出来 你再不出来我就杀入游魂关把你打落东海未雨 火灵圣母听似好生愤怒 杨简则让哪吒不要这么无力 并客气的说圣母身在道门就应之天命 为什么要和我们作对呢 火灵圣母说胡生乃我的徒 他即便有错也应该由我来处置吧 而你们把他给杀死了就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与他多说也无用 今日叫你尝尝我乾坤圈 乾坤圈 火灵圣母随即使出混元锤 放出金霞光朝哪吒射击 哪吒赶紧丢出乾坤圈抵挡 怎料被金霞光给击落了下来 哪吒见此大吃一惊 火灵圣母又继续放出金光 杨简和天化同时丢出自己的法宝抵挡 但还是被击落了下来 火灵圣母随后连续放出两个炸类 炸得哪吒翻倒在地 杨简和天化赶紧上前扶起哪吒化作一团白烟逃跑了 哪吒 总有一天 我要教你碎尸万段 哪吒负了重伤回到军营 好在自身防御力强 江泽衙也赶紧施法为其救治 杨简说那火灵圣母真是厉害 我们三人合力也斗他不过呀 可雷震子偏就不信他有如此厉害 还自告奋勇要去单挑火灵圣母 江泽衙说你也斗不过他的 他得到了通天教主的真传 恐怕连我都不是他的对手呀 师叔 你再想想 我们有没有办法破他的法 江泽衙说修仙炼道之人 都有各自的弱点和法门 难就难在没有人能够亲近他 还说只要他喝了我的符水 他的法术就会不攻自破的 殷红说自己有办法可以接近他 睿智的江泽衙一听 便知殷红是想当细做 于是在正午时分的阳光下设谈施法 一阵施法后用自己的止血 画出一道驱邪符 再借天地之阳气做出一碗符水 然后倒在竹筒里交给了殷红 并吩咐殷红一定要多加小金 斗龙这边自从有了火灵圣母的相助 守住了游魂关 还收到了咒王的嘉奖性高兴得不得了 还说有火灵圣母在此 稀奇的大军休想攻破我游魂关 我们迟早要将他们逐一铲除 这时官爱守卫来报 说官外有一个叫殷红的小子 吵着要见你 斗龙猜想可能是二王子殷红 就赶紧让把人带起来 殷红被带起来后 斗龙见果然是二王子 就赶紧让士兵为其松绑 并向二王子行礼致见手下怠慢之处 殷红准备表明自己投诚之意 斗龙赶紧上前说 申道长此前早有吩咐 你就安心在此处下吧 日后我们共同抵御西齐大军 并吩咐夫人准备酒宴为二王子接风 怎料夫人心存戒心 在酒宴上问殷红在江泽衙那边住了多日 为何如今才来找我们呢 殷红为了取得斗龙夫妇的信任 只好说自己也想早来啊 但是又怕被江泽衙给发现 要不是今日那个屌毛哪吒受伤 我也没有机会逃出来啊 他们派人监视你 嗯 还说他们自称是正义之事 其实背地里却是各怀鬼胎相互猜疑的 那江泽衙满口仁义说什么顺应天命 其实呀 这都是骗人的 他们就是想掠夺我父王的江山罢了 那么二王子对江泽衙也是非常愤恨的 殷红听后点了点头 说他们杀了我的哥哥殷娇 还让窦总兵日后相助为哥哥报此身仇 殷红一番陈述令斗龙夫妇也放松了警惕 这是火灵圣母随便走动到此 斗龙就为他们做了互相引荐 火灵圣母问殷红 原来你就是广城子的徒弟啊 在下正是 广城子老道 传了你什么法宝啊